好了,開始拍了 今天是斷食第36天的晚上 肚子有點餓了,可是精神還是很好 一樣 一樣的食物 只不過換成高麗菜了 然後剛才 下一點 量體重77公斤 看明天中午能不能 76.8公斤 希望啦 不過吃得這麼辛苦 節減這麼 不是啦,就減肥減了這麼辛苦 其實還好 還是吃得飽 最後是靠豆漿 然後 我有考慮說去台北那邊盡量不要吃澱粉 想說 不要吃澱粉 有點藍呢 其實也不是藍啦 變成你要找對食物吃 因為我最後是希望 已經 希望能減到73公斤 甚至70公斤也可以 然後 我去的 五天 我可能就是會 也是會拍食物給大家看 可是 應該不會很多 因為 一天能吃東西有限 你要一直吃之後 吃到又攀回到79公斤 然後又要再減 這好像是一個惡性循環吧 所以我會挑食物吃啊 電盆盡量中午吃 晚上就吃 電盆少一點的 我可能會選 選 吃肉啊 吃豆腐 豆之類的 然後飯的東西就不要 盡量會這樣子 其實夜市也是可以 晚上通常無良都逛夜市啊 夜市挑食物吃 不要挑炸的 然後 吃一些烤的也是可以的 烤的身體不好 可是你要短期間售價來 吃一些肉啊 菜啊 然後不要裹澱粉 然後亮澱是要控制的 像我這個量晚上是有點多啦 一塊豆腐的量 真的是 這個還蠻多的 然後配一些辣椒 會比較有味 味道一點 要不覺得吃一點沒餐 覺得吃好像會厭世 大致上是這樣子 OK啦 那期待明天能不能到76公斤左右 OK 好啦 明天再看看 OK 那最後喜歡影片歡迎訂閱喔 掰掰再見 聊的比較短一點啦 掰掰再見